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一定要到这个湖来看看 来了之后我第一次是找不到路进去了 我问了一些学生 很多学生告诉我说 不晓得怎么进去这个湖 他们都听过而已 华湖是东华大学十年前创校时所挖掘的湖泊 当时的设计是透过一个地下水道 和校园内另一个也是人为开凿的湖泊 连结在一起 但是人为设计加上工程失败 使得华湖和东湖各自独立 也让人烟稀少的华湖 渐渐发展出独树一格的景观 像这边的那个银河环非常多 然后有很多的南美猪石豆 对于一般人来讲 这些东西就是杂草 但是对我来讲 这些第一批长出来的杂草 使得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昆虫跟鸟类 你说像南美猪石豆 是波纹小灰蝶的食草 所以如果到夏天的时候 这边的波纹小灰非常地多 然后也很轻易可以看到那个幼虫 乱 所以我常常在学生 就进来这个地方 穿过草木丛生的小镜 由人造再回归自然的华湖 成了无名义自然书写课程的讲堂 华湖里的一草一木 更是它引进据点的活教材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旁边这个开卡路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是芦苇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开卡路 因为它很坚韧 像竹子一样很坚韧 所以有时候在中国古诗里面 会把这拿来当做爱情的辟语 药木里面最后有两句就写到这样 它就写到剥开重重的芦苇感 向前并且发现时光 正在渐渐超越夏天的末尾 那在读这样的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走到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那诗意就涌现了 那我们看到它会不同的时序 会有一些改变 所以透过这些知识 也可以重新去返出那些抒情式的文章里面 是不是它的想象是从哪一个点开始的呢 它是从这个 是芦苇这个词带给药木的意象 使得它想使用 因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 芦苇这个词已经有某种程度的象征 美的象征意义 田根是草没有 五节芒可能也没有 那它可能是由这边开始出发想象 相较于那个方向 都长满开卡路 这边都长满水冠 像这种 就是沙桃科的植物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出去 蛮有那个销色之感 所以有很多关于这个词的诗句 是使用踏沙形的这个词带 那为什么用踏沙形 显然它是在水边送别 所以它就沿着这个路走 全部都是沙草科的植物 然后慢慢送着这个朋友离去 然后举个例子来讲 像欧阳修有一却踏沙形里面 有两个句子很有名的 就是离愁渐远渐无穷 条条不断如春水 显然就是这个流逝的水 还有沙草的这个景观 使得人的那个分离的心情 格外的强烈 走在华湖里 听着虫鸣鱼药 说着鸟语花香 吴明毅仿佛是长期浸润 在动植物世界的研究者 他带着中文系的学生 跨出了书中的飞液 迈入了生命的真实体验 像这个植物就叫阴陈鱼 它是一般就是肺河谷 或干枯的河谷 或者是荒地 比较湿 有一点潮湿的荒地 但又是贫瘠的这种地 长长低批的这个植物 我们会把人类的道德观 人类建立起来的道德世界 投射到这些植物身上 动物身上 竹子就是君子 梅花就非常的这个坚珍 因为它冬天春暖的时候开花 那是人类的道德观 但是80年代之后的台湾自然写作者 开始跳脱这样子的思维 他们认为就是说 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要这样解释 像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考过考试 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诗 里面有一句 就采菊东篱下 幽兰见南山 题目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说 那请问这是什么季节 但是学生应该访问老师说 这是什么菊啊 因为不一定所有的菊花 都是秋季开花 可是显然它有一个标准答案 虽然是中文教育者 我们亦不断思索 文字生命语 自然的意涵 而发现自然之美 总是触动他对教学的省思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他本来是做科学 他是化学系 他是物理系 他是生物系的学生 可是却由这个地方 得到文学性的启发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 比方说我都非常清楚地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台北树蛙的那一天 是几月几号 好像在这个地方来 这个学生第一次看到金线蛙 这个在夏天会有很多金线蛙 他会把这个时间点 跟这个生物的记忆连结在一起 他就可以写一篇文章了 这篇文章不是从生物科学的角度 去分析金线蛙 而是他看到新鲜蛙的那个刹那的冲动 感情的冲动 过去十几年来 他没有注意到其他的生命的存在 我孟明遇除了借用大自然为教士 我们邮助了借用大自然为教士 我孟明遇除了借用大自然为教士 我们邮助了借用大自然为教士 像一個人踩著單車尋訪台灣的角落 他用鏡頭捕捉蝴蝶的曼廟 也收錄青藤的神韻 透過影像紀錄和文字 無名義呈現對自然的體悟 但攝影要求忠於本質 而傳統的圖鑑將蝴蝶標本固定後 再分析繪圖的製作方式 讓他重新思索人與自然的角度 身為一個業餘的觀察者 非常非常業餘的觀察者 我既不是一個自然科學家 也不是一個蝴蝶專家 所懂的知識也非常的淺薄 我有沒有必要每次出去就帶一個捕蟲網 然後看到一隻蝴蝶抓一隻來辯論 辯論之後再放走 有必要有這樣一個過程嗎 喜歡繪畫的他於是拿起畫筆 把觀察蝴蝶細部的樂趣烙印在畫紙上 他有一個夢 希望把台灣四百多種蝴蝶 比較容易混淆的品種標示並且畫在一起 也試圖將蝴蝶的一生描繪在一張畫紙上 讓人貼近觀察卻不干擾自然律動 有時候這個小朋友他收集 生物收集習慣久了之後 你看到就是說他看到一種新的蝶蝶蟲 他非常想趕快把它抓起來 做成標本 他不會去看看這隻蝶蝶蟲 為什麼在這裡出現 為什麼在這棵樹上出現 他接下來的動作會是怎麼樣 他早就把這些東西先不管它了 先抓到之後再說 但是對於一個先有直覺 我們培養他直覺 培養感情 培養他思維 就是那種感情思維能力的小孩 他可能會先去思考的是 這隻蝶蝶蟲準備要做什麼呢 這是對待朋友的態度 而不是對待一個實驗品的態度 基本上最終大讓他知道 他怎麼沒有想到那種圣彩 我早就要練習了 他就這樣叫做人家 也這樣叫做人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